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国外 通常是用某一段时期的成交金额与某一时点上的市值之间的比值来计算换手率 换手率指标一般如下 3%以下的换手率非常普通 通常表明没有较大的实力资金在其中运作 当一只股票的换手率在3%至7%之间时 该股以近人相对活跃状态应该引起投资者的注意 7%至10%的日换手率在强势股中经常出现 属于股价走势的高度活跃状态 一般来说 这些股票正在或者已经广为市场关注 日换手率10%至15%的股票 如果不是在上升的历史高价区或者建中长期顶的时段 则意味着强装股的大举运作 若其后出现大幅回调 在回调过程中满足日最小成交量或者成交量的三分之一法则或十分之一法则 可考虑适当介入 当一只股票出现超过15%的日换手率后 如果该股能够保持在当日密集成交区附近运行 则可能意味着该股后市具潜在的极大的上升能量 是超级强装股的技术特征 因而后市有机会成为市场中的大黑马 以上数据仅供参考 投资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最后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茂生 要是觉得视频还可以的话 麻烦订阅我们频道 您将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再见